Heyo! 聊四季 天一天的关心 大家好 我係Leo 今天要來看馬來人對上義大利人 這場比賽是冠軍邀請賽 地圖這個我不太清楚 這一次的冠軍邀請賽 也是邀請了非常多的知名選手 而且獎金是第一名高達6萬 還是7萬多塊的台幣 非常的豐盛 而且這個金額也算是 不算小比賽 算是中等 中高等比賽 這個獎金金額 當然還有更高額的獎金 當然我這個金額也確實可以讓 世紀第五的玩家們 過上一段時間的生活費了 雖然只有第一名看起來很豐盛 其他名次也不差 也有幾萬塊台幣的這個獎勵 大概第五第四名第五名 第三名第二名獎金都還不錯 這個獎金分布其實蠻平均的 並不會說什麼第一名獨得 十萬之類的 總獎金二十萬第一名拿十萬 其實平均下來還算是可以接受的 好 那我們先來講一下文明 接下來看馬來人 馬來人最大的特色呢 是他這個文明 有這個魚網三倍的肉量 三倍魚網肉量 所以他捕魚來說是蠻划算的 而且他只要點下這個海上霸主 就可以讓自己的碼頭進行射箭 所以在打一些特殊的團戰海戰來說 馬來人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那馬來人呢 他升級十大也是非常快速的 那升級十大快速有幾個好處 一個是時間短嘛 就可以讓自己多安幾隻村民 然後跟對方打出這個經濟差距 再來就是升帝龍十大的時候呢 打出這個距離投石機的產量 產量差距也是蠻重要的 那馬來人呢 還是比較是需要偏向捕魚的文明 只要捕魚能把這個虎控起來撒下魚網的話 這個肉量會馬上起飛喔 非常的舒服 所以我覺得 Mainchester這邊應該是不會放棄自己的海港 那馬來人後期的打法是打這個折扣大象 我們俗稱的四折大象 是四折嗎 好像是四折喔 超級神 還是六折 六折還是四折有點忘記了 好 那馬來人呢 大象很便宜之外呢 還有這個強弩也是超級好用的喔 強弩三級色 三級防都有 但是他的大象呢 是沒有三級馬鎧 連二級馬鎧都沒有 而且也沒有品種 所以如果要打這個折扣大象 會比較建議喔 必用時代開農開起來之後呢 再點下這個精銳毛相符 升級過後再使用會更有威力喔 那馬來人的步兵呢 是也比較推薦的喔 只要點下強制增兵之後呢 這個銀貫科技喔 就可以使用免費的雙手劍兵喔 是不需要黃金的 就一直出雙手劍兵 一直跟對方換 一直砍 而且他步兵卡甲也是免費給的 所以他的步兵只要升攻擊力 很快就可以成型 所以馬來以前有個打法 就是一個樹地王 然後直出雙手劍兵 瘋狂亂砍 但這個倒是很明顯喔 在高端場已經被淘汰了 但是打這個天梯場 有時候還會蠻有效果的 因為有時候對方不知道你在幹嘛 結果你突然一個樹地 他說樹地打強奴 結果你打了雙手劍兵 對方就傻眼了 然後他就被雙手劍兵給尻爆 就拒絕了 其實有時候會看到天梯喔 出一些奇怪的招式 那這邊村民會被打嗎 不打還沒封建時代 那這邊馬來人升級時代上有優勢 已經升到了封建 封建一毫 繼續補村民 然後補了一擊伐木 這邊要趕快出戰船喔 給火蒙桶開始出 先去燒對方的戰劍 兩邊都升到封建時代 不打下 好 回頭打 再一刀 會死 哇 果然差一刀 馬來這個回頭打有點小虧 但他到這邊拿到了刺頭的優勢 這樣自己就有探圖的優先權 好 這邊火蒙桶 再一下下就要出來了 那義大利人呢 欸 我們沒有講義大利人 那義大利人呢 他是漁串很便宜 而且有這個傭兵可以用 傭兵單位是跑的速度很快的步兵單位 而且不太需要升級 我就可以使用了 那義大利人的後勤 還是比較偏向打工兵的 有這個勒納奴守 對於騎兵單位是非常適合的 那義大利人如果打對方大象 也是傷害非常高的 那如果像是義大利人現在遇到馬來人 可能會遇到步兵情況下 不管是要打強奴或是火槍 都是特別適合的 也有可能也可以打重裝騎士 對義大利人來說也是OK 因為他有三級攻三級防 那步兵開始還是滿了 工兵也是 基本上義大利人是全能型的文明 就附馬來人的話 還是比較偏向於勒納奴守 作為一個主力會更加適合一些 好 那來看到義大利人這邊要怎麼打 這邊是三台火魔頭 那我覺得這個文明對比也是蠻鮮明的 一個是升級時代速度很快 一個是升級時代有折扣 義大利人是有折扣的 所以省下來的資源可以多出一些戰艦 或是先展出一些冰奶 這邊自爆船要怎麼炸呢 本來想要直接往前炸 但是看到情況不退 炸了一波 哇殘血的直接被收掉 這個炸一波全部戰艦殘血 這個情況下其實馬來人明確實就要特退了 趕快後來修一波戰艦再繼續打會比較好 OK 那目前戰艦數量是由明確實這邊拿到領先 這邊是四艘戰艦 對上三艘 但是這一艘有點危險 被集火血量掉的非常快速 要不要再按一勺自爆船呢 有 自爆閥過來 看能不能拯救世界 這個炸下可以一次收兩艘 如果沒控好的話 OK 這個魚船自己在卡自己 這邊有想要散開 應該只能炸到一艘 欸 有機會兩艘 哇 這一艘沒炸掉聲音敵有點可惜 趕快血量收掉 嗚 那這個自爆閥就非常賺了 OK 血量再往回拉 再讓村民繼續修理 兩邊打戰艦的戰術其實差不多 一開始都是火魔筒 兩邊都在護燒 喔 出個自爆閥來炸一下 直接換掉對方的單位 OK 這邊偷燒一下魚船 賺 好 這邊可以再換掉一艘 可以 好 血少再拉回家 血多的這個被集火也會拉回家 好 後面血多的戰艦一起打 哇 打到這邊打得有點弱勢囉 minchest這邊細節操作打得比較好 好 但自爆閥過來 看到捕魚的魚船 要炸魚船和戰艦呢 我會比較偏向於戰艦 OK 炸一個血多的 這邊可能要硬燒了 沒有打算要撤了 好 先燒掉血少的 這個炸一波 兩艘直接解決 好 那這樣子換起來就沒有到特別的虧了 現在是有點無無開的感覺 但是塔到這邊 魚船已經被燒掉了一艘 那他本身就只有照兩艘而已 那minchest這邊是有三艘 現在捕魚來說還是馬來人 比較有優勢一點 好 這邊可能要拉一下魚船 好 空門桶還在出 自爆閥過來趕快炸一下 這邊要怎麼炸呢 炸血多那個嗎 炸血少的 OK 血少的收掉 好 那自爆閥的主要用途 就是要讓對方的戰艦沒有活下來 不要讓他回去繼續修理 好 如果讓他數量變少 好 自己才會拿到優勢 所以千萬不要一直傻傻的 拿這個自爆閥去炸我這個滿血的 炸久了 你就會發現對方開始控兵 血少的拉回去一直修 你就會發現對面戰艦越打越多台 好 到時候就會有點麻煩 這也是世紀第五的海戰 比較詬病的一個部分 太難了 而且這個部分很枯燥 要一直去跟對方應換 換來換去兩邊都打通了兵種 然後後面就是誰炸一炸 誰炸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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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炸輸 這種感覺 好 這邊再炸了一波 唉唷 這邊炸到三艘 結果數量又突然打了回去 這個就是世紀帝國海戰很無奈的地方 封建時代就是兩邊瘋狂炸 瘋狂燒 好 那這邊陸戰的部分 工兵沒有這個時間去控 這把弓兵放在家裡做防守 那塔塔這邊也是出弓兵 而不是出毛兵 好 旁邊海戰也是慢慢在看 這條怎麼打 唉唷 這邊主動炸一發 唉唷 沒有炸到還好 我們從這邊閃掉了 這包存戶炸不虧 唉唷 也不賺 好 目前也是三艘打三艘 但是馬來人這邊已經點下了城堡時代 一大一人這邊也補不下了 當然是馬來人這邊有生時代優勢的關係 只要在一分鐘就要升級好 這隻村民要趕快來秀一下 唉唷 後面戰艦沒有補喔 因為生時代關係戰艦有點斷數量 哇 完蛋 打不太贏 旅船要全部被殲滅了 OK 直接按了兩艘自爆閥 OK 目前馬來海戰稍微輸了 好 這邊有機會可以炸掉兩艘喔 看一下這一波 直接出來炸 炸一波 炸 好 這邊忙在控工兵 五隻工兵到了後方家裡 好 這邊有要升級戰艦嗎 唉 沒有升級戰艦 反而是把肉留給了騎士 OK 這裡要蓋四級 結果沒有蓋成功 這邊蓋四級是為了防止工兵繼續走進來 但馬來人這邊也沒拿到任何甜頭 待會可能還是要先升個奴兵 這工兵路線也是挺適合的 這個不炸一下嗎 看了我好難受 好 這邊補下了城鎮中心 直接開弄 但是被塔偷看到了 他就知道對方可能是要棄海了 這邊漁船的話就可以稍微去補一下 先補個兩艘 試吃水溫 好 補下經濟也不錯 好 在這邊自爆船待會可以看一下 應該還不錯 應該可以炸到兩艘吧 好 一大一人這裡補下了二級一射 看來還是要走工兵器 確實比較適合他 好 要被燒出來了 因為碼頭只要血量低於一定的數量之後 裡面的戰艦就會自動被釋放出來 欸 結果沒有射擊一點 哈哈 直接在這邊下面發呆 好 結果兩邊都沒有打出比較有特別的火花 是蠻正常的開局 好 這邊互相射一下 這邊互相射一下 好 那碼頭應該是棄海了 好 這邊還可以順便吃個野味 好 這邊騎士抓到工兵 出來的工兵互換了一下 一隻騎士換幾隻工兵 自己的工兵好像被換光了 馬來人這邊剩下六隻工兵 這時候塔偷補下了奴兵的升級 好 漁船開始慢慢出 好 漁船開始慢慢出 好 這邊騎士抓到吃野味的村民 可能有點難逃囉 哇 還好這裡沒有一弓 砍村民要五刀 唉唷 想要尾 哇 還尾成功了 有料 這個有viper的味道 哇 OK 守住了自己的村民 升4滴 好 再拉回家 哇 如果有點一弓的話 這隻村民早就死了 不過馬來人要在前面點一弓也是蠻困難的 肉量太吃緊 可以影響到騎士的數量 還有這個2TC不斷村的問題 因為馬來這邊是打蘇海的關係 所以肉現在會很缺 3TC也要看情況再補 這邊也可以補一個成人中心 看他不要補 或是這邊補也蠻適合的 這邊補成人中心 還可以順便吃野味 好 拿到海洋優勢的 意大利喔 可以再多出幾哨魚場 是蠻補的 因為這裡的大魚 其實吃完如果連對面的也吃 還可以吃到快要將近以前肉 好 這邊再補一下 683 這邊看到馬來人點下了271 法木跟一個輪走技術 經濟開始慢慢越來越好 塔套這邊則是 繼續把這個3TC努力運轉起來 然後轉出了工程機制造所 稍微打下反擊 可能要出個奴炮吧 或是投資側 可能投資側的可能性比較高 因為對方是出這個投資側的關係 出弩炮會被壓制住 好 這邊直接招兩隻奴兵 不錯 直接變成5打2 5打3公兵 好 再用聖旅稍微走位一下 躲掉了對方的箭矢 好 這邊工程器製造所蓋好之後 沒有動靜 可能覺得打贏之後就不需要招了 好 騎士 直接躲掉了石頭 炸一發 沒有預判到工兵的路徑 差一點就炸到了 明確實在這邊稍微撤退一下 看到情況不太對 好 下方再補下了一棟城鎮中心 OK 馬來人 開 開農 這張地圖有善用這個野味 確實可以讓升級更快一點 像是蒙古可以吃這個鹿 吃這個鹿 這個叫什麼 羊 原羊 盆補的 4隻羊就我記得 560肉 欸 他怎麼全倒 我們在看羊的時候突然打起來 沒事 他剛剛已經倒了一波 不知道哪時候倒的 我想說是這坨冰倒的嗎 好 這隻騎士抓掉頭車 散掉一下弓箭矢 好 補了一個頭車傷害 好 這時候馬來人補下了手推車 那目前兩邊都是打工兵的狀況下 對義大利人來說 算是比較樂見的狀況 因為自己義大利人打工兵也沒問題 而且 他這樣子拖對方 而且還有自己補於優勢 目前感覺打工兵跟 傭兵會蠻不錯的 強無配傭兵 反正暫時不用去防馬來的大象 所以義大利人也不太需要轉 重裝長槍兵 哥勒納 弩手 那騎士的部分也不用太擔心 因為馬來人的馬凱基本上是沒有 出騎士只有前騎部分稍微觸一下 小打小鬧而已 所以義大利人現在的走向 還是比較可能會走 步兵配上攻兵路線 會比較適合他 這邊砸個一發 可以換掉頭車嗎 殘血B陣 再一發 換掉 水啦 Manchester這邊 稍微失誤了 大招利用自己的操作 回操要秀了對方一臉 這裡補下了彈道學 還有輪走技術 推車 大會可能要再補 這時候馬來人補了手推車 經濟差距開始打出來了 而且這時候他二級目居然沒有點 經濟一定會很慘 那馬來人這裡補下了更多射箭場 繼續出弩兵 好 結果打完海戰 沒有繼續善用海洋資源的塔套 會被懲罰嗎 這邊再次殺了過來 而且這次是有彈道學的喔 好 再打個一發 稍微躲掉了一下 馬來人這時候生了帝王 30分點下 80次村 因為這邊是3TC 開農 所以上帝王世代時間會快一些 喔 他是快快有點多 但義大利也可以點喔 這個資源量是可以點帝王的 這扣帝王世代給的更有感 但時代差距馬來還是有明顯的差距 差距兩分鐘的時代升級 差距兩分鐘的時代升級 稍微加速一下下 這邊轉出了戰毛兵 義大利人遇到戰毛兵的情況 要出火炮或頭子車反擊會比較好 不然就是要轉出重裝騎士 或是弱馬 進行抗衡 但是義大利這邊決定自己也轉出了戰毛 兩邊打一個偏攻兵的開局 馬來人一升到帝王世代 點下了三級射跟化學 強奴沒有補嗎 強奴要不要補一下 火車砸了一發 不砸 被燒殘血 12滴 預判 哇 舒服了 哇 第二把沒中 精彩畫面 再來看一次 最慘 一台頭車都沒解掉 哇 是我就心太炸裂了 好 那這時候塔套也升到了 這個帝王世代 沒想到損失了這坨弓兵之後 馬來人這邊要來鬼轉一波了嗎 點下了護衛技術跟鍛造技術 開始轉一波步兵 這一波真的是笑死了 害我剛剛 河龍鋼鐵人也卡到 不好意思 真的覺得太好笑了 這個在職業賽事出現這個畫面 有點蜀石 難得一見啊 很少會發出 發生這種miss 控兵碰到人家家裡 然後完全沒看 然後被頭車砸爆的畫面 已經非常掃現了 這個畫面喔 非常的紓壓 大家看到馬來人 這邊也是點下了強弩跟工兵 跟我前面的預測差不多 走一個工兵路線 打馬來人是比較全面性的 比較不會有太大問題跟瑕疵的部分 那為什麼這邊要滴射箭場呢 一定會有觀眾會問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這個射箭場 是要把這個滴掉有空間 才可以出去打這個火炮 剛剛這個火炮太囂張了 走得太前面了 直接想要把承認中心給砸掉 結果這邊 塔燥看了不爽 直接滴 然後直接硬丟 所以我對方反應很快 直接把火炮往後拉 好 那塔燥這邊是等到化學之後 還有這個三級的工兵煉甲 那煉甲要補完之後 待會工兵站 就會變成最強狀況 那馬來人這裡沒有補下強弩 但是三級色化學都有了 慢慢轉出了自己的爪刀勇士 不得了 爪刀勇士現在防御是全滿的 因為他有這個免費的步兵科技 那待會再補下三攻呢 就可以瘋狂出爪刀了 那爪刀勇士最特別的能力 是他出兩隻 只佔一隻人口而已 所以他的人口佔就並不大 你一百人口可以出到兩百隻的爪刀 非常省 但是他的造價以前很便宜 我記得以前只要五塊錢吧 現在好像變十五塊了 通膨變成三倍通膨 沒想到台灣物價一直在飛漲 連這個馬來人的價格也一直在調整 這好像十塊也五塊吧 反正一開始太便宜了 便宜到真的是太誇張 每一次看到馬來人 就十之八九爪刀 但是他防御也不用升 攻擊力升上去點個精銳 點個跑速 就已經可以高速量產了 以前這一招非常難守 因為爪刀數量很多的情況下 連用強弩一直拉倒也不太好解 最後還是有什麼大象、騎士 正面硬扛會比較好一點 不然這個爪刀勇士 數量太多非常不好受 而且他攻擊速度其實蠻快的 但還好攻擊力是7加4而已 11攻 所以爪刀勇士如果遇到什麼貴族鐵騎 條盾之類的文明 近戰防禦超高的單位時候 例如這個 薩金特衛隊 就會顯得有點無力 自己血量少 容易被反擊回去 所以爪刀勇士只能欺負 雖然也沒有辦法說欺負攻兵果 但是打這種沒有大象 或是騎士很強的文明 就會比較有優勢一點 這個時間點 對於義大利人來說是非常難受的 他這邊要決定要轉馬或是轉步兵 都還需要一點時間 可能步兵比較快成型 因為他的傭兵是很快就可以用 但是傭兵需要大量黃金 升級方面至少也要點下攻擊力 再去用會比較好 不然就是要出青騎兵去正面硬扛 至少有個漏盾 去扛住爪刀勇士才可以 馬來這邊的要點 就是要趕快盡可能使用爪刀 去偷對方的村民 打出一些經濟差距破口 會比較好 爪刀勇士再次上前 但是現在有青騎兵了 你可以追得上對手爪刀 目前馬來人問題回到他身上了 如果對方出青騎兵反擊的話 自己出爪刀雖然不會打出青騎兵 但是這個數量來說要繼續噴嗎 這邊果然要繼續噴了 點一下精銳爪刀 精銳爪刀的問題又回到剛剛 遇到大量的強弩的話 或是火炮 或是戰毛兵 都有可能反擊的回去 兩邊就是要來看操作了 誰的操作更好 這個搭配兵組合其實有點五五開了 兩邊的勝率相當看起來是持品的 但我覺得塔套這邊有點危險 因為這兩棟城堡讓馬來可以多挖一點黃金 而且這塊鏡也不是在他的掌控權之內 後面的黃金根本不用說了 所以塔套這邊可能要盡可能突破右邊這棟城堡 然後趕快往前推 才有機會喔 打到後期 這邊青騎兵直接硬抓火炮 這邊爪斷弧式繼續輸出 巨頭趕快打 OK 卡套這邊的黃金量 快要挖乾了 這裡補下二級攻 這裡補一棟城堡 馬來人現在是111村 對上119村的義大利人 後面這邊黃金也有在開挖 這邊就是塔套後面的黃金 最後的救命金 如果沒法到後面去挖的話 他就會有GG的可能性 那就好來看一下馬來這邊要怎麼守 只靠爪刀有點吃力 這邊硬抓 青騎兵損失慘重 卡套這邊如果把自己青騎兵全部損失掉的話 爪刀硬A上來會有危險 這邊要硬A了 OK 果然硬A 完了600金 沒了 直接被拆掉三巨頭 剩下爪刀去打強弩 強弩也是損失了一些數量 好 這一波讓塔套損失慘重 如果要再繼續慘G頭的話 又要再花很多黃金 如果再花這麼多黃金的話 就代表他正面部隊的強弩數量會越來越少 這樣就會越來越難扛爪刀 勇士了 就個城堡掉了 打手掉了 但還好這棟城堡掉了 馬來還有後面的餘費城堡 後面再繼續蓋 繼續控金 哇 想要把塔套給控到死 這個確實蠻適合馬來這套打法 塔套這邊想要打出去的話 可能就只能用肉碼硬扛 然後趕快去偷挖中間的黃金 那這個中間黃金也不太好啊 加里這邊補移動城堡 來防守 農田區 天氣兵 想要去偷打金礦村民 但加里一直有爪刀龍師在防守 馬來人這波打得很漂亮 爪刀瘋狂繞來繞去 OK 變成8加412攻的傷害 槍弩有點追不太上爪刀 就是有點麻煩 好 正面已經太多村民不知道幹嘛 黃金已經要挖到箭底 好 後面農田大爆鬧 鬧爆荷放農田 強弩過來解 應該是可以用解的掉 這一坨強弩應該數量夠 28隻 夠了夠了 直接開射 好 正面的部分 不太好打 而且這邊爪刀 丟了一個洞進去 這邊城牆被火炮給打出了一個大洞 塔塔這邊直接打出了 GG 雖然塔塔這裡還有800多斤 但是農田的部分已經被鬧到了一些些 有點開始在斷肉了 正面的墓區更是致命 這兩片的墓區是他最後的墓區 如果他要再繼續往外挖的話 只能挖這一塊也是相當危險 那我覺得馬來人 明確實這邊打得非常漂亮 控圖意識相當好 一路控過來 把他重要的資源都控住了 不管是石頭黃金啊 還是木頭 他都知道要控哪裡 才會受到 讓塔塔這邊受到嚴重的傷害 然後在這邊再打雙線 讓他大量爪刀進去 強弩一定要回撤回救 才可以鎖得住 那正面的部分 就可以用火炮啊 或爪斗用的時候 繼續往前要 給義大利人更大的壓力 雖然義大利人這邊可以出用兵 及時反擊回去 當然打久了 依舊還是有點難扛住 最主要是木頭的問題 這是他最後的木頭 但沒有救了 輕輕挖到這 基本上是沒辦法 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 是由塔塔這邊拿下了死屋的勝利 只有掃鷹 六死肉而已 其他的資源都是略輸一些 石頭部分還輸了1300 黃金輸了大概3300左右 也是蠻多的 還拿到四勝物 明確的四勝物非常多 那最主要原因是因為 塔塔這邊輪軸技術太晚補了 明確的這邊是24分鐘就補 然後這邊是29 差了5分鐘 而且手推車的部分 是明確的這邊很早就補了 輪軸基本上一好 馬上又補了手推車 反倒是塔塔這邊到地龍十大 依舊也是忘記了手推車這個科技的存在 所以造就他後期的村民資源攜帶量 變得太少 經濟有點跟不上對手 所以才打字GG也是其中之一的問題 好啦 那麼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謝謝大家